古蹟 慌工是一座古蹟 也是一座無價的藝術oretNã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多次修复的保安宫 大正年间的大修是以对场方式进行 与大木架构做好时 从正中间拉起布木组隔起来 一方面让匠师能心无旁骛 竭尽所能地展现功夫 二方面增加了传统建筑的可看性 当时保安宫是请陈英明将士跟郭塔 然后来做对场 当时陈英明将士已经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将士了 所以郭塔相较之下 他就想要好好来表现 他们讲好一个体材 在镇殿的地方是八仙大闹东海 郭塔他就把闹东海就直接雕在上面 可是陈英明并没有雕这个字 所以我们今天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蛮有趣的 陈英明是用八仙的人物雕刻来表现 闽南市的建筑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基本上是木构造 其实木构造有很多它的优点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它维护得很好的话 它其实在防震上面 的确会比现在建筑还要好 木构造是传统闽南市建筑的一大特色与优点 维护得当在防震效果上会比现代建筑更好 所以1995年的重修过程中 在寻找原木材料上就比过往的修复更讲究更困难 这次工程是以主将合作的模式 也将传统的工法跟现代的科技并进 那在这个修复当中也召开了国际会议 让国外的修复经验带到我们皇宫来 保温宫那时候的木构建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有轻微的 或者是松度的或者是严重的一个生物性的危害 那这个生物性的危害当然不是一朝一日可以造成的 台湾属海岛型气候 使得台北盆地常处于高温多湿的状态下 一下雨水气便会沾附在墙面 最糟糕的情况是水气从地底往墙上窜 尤其每当雨季来临时 壁画受损的情况会继续恶化 大气的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 那我们只好改善我们这边的一个环境 就是说本来它有通风的一个设施的 你不要把它挡住 比如山墙上有的有洞 那你不要把它塞住 那比如说墙壁上本来是可以透气的 你不要把它涂这个阻塞性的骨料 这样它不能透气 正殿四周共有七幅已故国宝大师潘丽水的彩绘壁画 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这些壁画虽然生动为妙 却因为曝露在室外加上潮湿的缘故损坏不一 尤其正殿东面的壁画被东升的太阳与南风吹拂 破损的程度就比其他面壁画更为严重 为在极力保护原画原貌 法恩公特别在1996年邀请澳洲壁画修复专家来台协助 壁画修复工程这十几年来也一直持续进行中 但是,我对我来不断乱用写的写真去保护原画 我需要先保护原画最先保护原画 例如,在一个区域里有只有一颗红红 我认为一个红红线走通过 有些少许的写真是留下的写真 它让我查到哪里我必须要改变这些细节 所以我甚至最小的一部分是最重要的 壁画修护是以最安全最适当的方法为首要 首先清除壁画上的乌痕 让画作重现原来的图案 至于玻璃墙面的画片 上好特质胶水 待风干后以运斗强化固定 空白脱落的部分会调以原色修整 尽量做到接近壁画最初的样子 我最重要的是均匀的印象 我放在这上的印象是更改变的 而不是艺术的艺术 而是为了印象更均匀 而帮助人们承识和感受的印象 这些传统的材料或传统的技术 在现代建筑上比较没有在运用 甚至你要找到是懂的人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必须要先了解这栋建筑 它的材料工法历史 甚至美学上面的价值 要做一些研究 然后接下来才能做所谓的修复设计 但是实际上修复设计在做的时候 它其实是画在纸上的 真正做的时候 还是要靠那个匠师他的那个技艺 那你怎么样去要求实际上在做的时候 能够达到传统的工艺水准 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位于三川殿民间 嘉庆九年西元1804年所刻的龙柱 是保安宫最早的石雕作品 在记录修复过程中 透过3D扫描 令人惊讶地发现 这是一块非常完整的八角形 由此看出当年匠师的精湛工艺 闽南市的建筑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基本上是木构造 因为木头的那个寿命比较短 所以它会在重要材料的部分 用一些石材来取代 就像石柱 但是它的构造原理是木构造原理 就是所谓的柱梁系统 然后在柱跟梁中间 本来它只是单纯地去支撑屋顶的力量就好 但是它会把这一些要支持屋顶重量的 比方说柱子或者上面的短柱 都加很多的这个雕刻 所以我们已经分不出来 它到底是装饰还是结构 过去木构造是靠匠师拿着木锤敲打 判定木头的好坏 准确率无法达到百分之百 于是保安工建于装饰艺术 与整体结构并存的情况下 开启了古迹修复的科学导入 利用仪器在精确判断构建优劣的实测中 将误差值可以缩到最小 让修复工程可以缩短时间 预算上也能有更好的运用 当初我们在检查保安工的木构间的时候 发现白蚁的危害非常的严重 但是白蚁不是一开始就来的 一定是先吸水吸湿 过来腐朽 过来白蚁 运用这些科学仪器去检设它的材质以后 我们也可以挑到当年所使用类似的一个材质来进行修复 所以我觉得保存科学不管是在颜料上来讲也好 或是木料上来讲 或是这个损坏科学的一个检测来讲 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2mm 保安工这次的修复获得联合国教科学组织2003年 亚太文化智商保存奖 那能够获得这个大奖的原因是我们保安工放弃政府的补助 由我们自己自酬兼费 那在修复当中我们也做了修复记录跟竣工图 让这个修复情况能够保存下来 还有采取了平衡工法的做法 把传统跟现代的科技并进 使整个修复工程更完善 站在这个地上看古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以前匠师很精巧的一个手艺 也可以看到很多匠师在整个彩绘里面所埋制的一个构思 还有他的瞬接的艺术之美 还有这个彩绘之美 还有他的雕刻之美 古迹修复是英文哲学 从历史的角度保留文化价值 从美学的角度展现艺术雅致 从科学的角度证明鬼斧神功 我觉得我们保安宫的建筑 可以跟欧洲教堂的建筑来媲美 当您站在保安宫这座艺术殿堂 静静欣赏时 可以感受到古迹保存 是对先民的生活文化资产的尊重 也是树立典范保留台湾之美 走向国际的一个指标 增长 对於是 自然之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